大太陽下 長明四起 路邊雜草叢生 有的長得快比人高 擔心衛生安全問題 環保局派員處理 你沒看錯 機車人員拿出鐵齒仔細丈量 只要超過高度 通通記下來 記出韓文 限期改善 這裡是台東縣的都市計畫區範圍 位依規定在時間內整理雜草 很有可能吃上罰單 縣府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五號公告 計畫區的公有或私有土地內 雜草超過六十公分 環保局就會韓文通知土地 所有人在十天內限期改善 也會按土地大小增加寬限期 去年一月到今年六月 開出十四張罰單 金額共兩萬多元 通知後改善率高達九成 其中台東車站因為是新興都市計畫區 地主屬於注意成為被開罰最多的區域 那如果沒有改善 當然就會依據廢除群離法來採訪 一千兩百元以上 六千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夏日延延空地雜草長得特別快 環保局用最原始的方式丈量 或許有人認為不科學 但也是為居民生活環境把關 華視新聞 陳君毅 蘇雲寬 張全 台東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